在桃园艺文特区内的巷弄里 有一家绿域盎然充满分多金的咖啡馆 这里曾经是一间废弃老宅 老板娘谢家华觉得可惜 于是决定将这里改建 她把露天的庭院穿上了新衣 摇身一变成了绿域盎然的舒适空间 而原本对于厨艺一窍不通的她 当初是为了改善儿子的异味性皮肤炎 才开始研究食材 最后是靠着自己的摸索 才做出了一道道健康无负担又美味的料理 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去看看她的故事 一走进这家巷弄内的餐厅 映入眼帘的是绿域盎然的各种花花草草 让人有种在都市里找到一处绿洲的奇幻感觉 因为院子里的采光相当好 光线也很明亮 大树下的鞦韆 藤椅 摇晃着仿佛在招呼客人 一起坐下来享受这舒心放松的氛围 不过这里原本是一处旧公寓一楼 在老板娘谢家华一次偶然经过后 注定了她要蜕变的美丽奇迹 因为我喜欢玩设计应该这样说 然后你把空气阳光水带进来之后 那这些花草树木从哪里来呢 我们就建了花台 花台之后慢慢把这些植物 就慢慢的一颗一颗的带进来 老房子不一定都是要用那种 很古朴或者是有点阴暗的感觉 比方说我把整个墙给刷白了之后 对 它整个是明亮的 在这样的院子的光线 直接可以进到屋子里面去 在一个纯白的空间 我们放上范骨的星空下的咖啡馆 在白的空间里面黄的就更黄 蓝的更好 那种很强烈的艺术感就在里面 这家位在桃园艺文特区附近的 早午餐餐厅 在网路上是颇复盛名 许多人就尝试因为它的装潢氛围 前来踩点打卡拍照 不过往往最后都是被它的餐点惊验到 我那时候就看那个Google评价 这一家评分很高 然后大家网友都很就推荐这家 然后而且它的那个装潢什么都很漂亮 所以就决定就来带男朋友来吃一下 这一家的就是早午餐就蛮特别的 然后我就还蛮喜欢它家 熏鲑鱼系列的餐点 像最近有出酪梨 然后我很喜欢酪梨 想说来尝试看看 陈香酪梨鱼鸭松这一道餐点里面 其实你可以吃到希腊式优格 优格上面还有一个起司欧姆蛋 酪梨 很多很多的酪梨 还有坚果 然后再淋上我们的巴萨米克醋酱 鸭松跟橙酱是很搭的 我们自己熬煮的橙酱 酪梨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那你需要有点咸香的味道去带一下 它这几个就它是层次还蛮多的 然后它最上面的鸭胸 就是好像有一点烟熏过吧 然后加这个就是有一点 有点醋酸酸的 就是比较不会腻 然后酪梨我本身就也还蛮爱的 然后蛋就是欧姆蛋嘛 我觉得蛮喜欢的 然后它下面的这个面包本来以为就是很大一块 但其实还蛮好切开就是分食 然后脆度我觉得很够 所以整理搭配讲我觉得蛮好吃 我觉得它很特别 因为它的那个烟熙鸭胸是配着酪梨一起吃 我觉得这样搭配还蛮好吃的 对 然后面包的部分就是可能是他们的特色 就是它外面是酥酥的 里面是软软的 这里的早午餐用料丰富 摆盘用心 不只口感上呈现多层次堆叠 是觉得美食享受 更让客人在品尝前就得到了完全的满足感 而这里餐点所搭配的面包 更是老板娘天天新鲜制作 得到不少客人称赞 它面包就是麦香味还蛮重的 然后它有在涂那个希腊式优格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整个口感的 就是湿润度还不错 黑麦面包比较特别的是就是 吃起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香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黑麦的关系 所以让它那个麦香味特别的重 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一直不放心说 我们给客人吃的东西 有没有其他 其他比较不好的添加物 所以我们坚持说 我们今天做多少卖多少 大国面包它就是一种 不加油的 天然发酵的面包 所以它可以吃到自然的面粉香 然后黑麦杂粮的话 我们会把它加入一些黑麦跟杂粮在里面 这里餐点最吸引人的地方 不是只有摆盘好看 从食材的选用到餐点的设计 全都是以食物原型的基础出发 就是要给客人最纯粹天然的味蕾享受 而为何对健康食物会有这样深刻的执着 全来自于老板娘谢家华 有个患有异味性皮肤炎的儿子 孩子有比较严重的异味性皮肤炎 你知道异味性皮肤炎就是 会红啊 会抓啊 甚至会抓到流血 然后甚至严重的时候洗澡 他就是哇哇大叫这样子 也看了医生 还有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后来其实医生告诉我们说 所谓的那个医食同源 所以食物很重要对孩子来讲 尤其是因为性皮肤炎的孩子 他不能吃太多的加工食品 他需要更新鲜更棒的食材 来改善他的体质 大概是从那里开始出发的 谢家华年轻时 原本是一位名歌西餐厅的助唱歌手 后来结婚后定居桃园大溪 婚前从未下过厨的他 开始为儿子亲自挑选食材 手做各种料理给儿子吃 就在这样的机缘下 认识了更多小农的蔬果食材 大溪的地方其实还蛮可爱 有很多那些阿嬷 他们都会自己种 就是可能在家里种一些地瓜 种一些很特别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的食材 拿出来卖这样子 那我会慢慢去问他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他怎么料理 怎么做好吃 所以渐渐就认识了很多的 现在我们现在 现有的台湾食材 当季实力的蔬果 因为孩子他不大爱吃菜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每天 变换不同的菜给他 那你如果每天都给他青花椰菜 可能就每天都一样 那我们会变成可能不一样的 我今天是地瓜 那我明天是南瓜 有不同的 不同的样子 不同的口感 然后那慢慢就会喜欢 因此餐厅早午餐搭配的生菜沙拉 别看这小小的一碗 里面呢可是多达15种以上的 生菜根基类 而且根据不同食材 要蒸的 要烤的 都会分头准备 口感内容相当丰富多元化 食物的原型是很棒的 因为你没有经过架工 然后保留它原本的味道 那以我现在的沙拉盘里面 每天至少提供15种不同的蔬果来源 那那大花包瓜 一定会在我们的餐盘看到 比方说南瓜 地瓜 玉米笋 木耳现在也在里头 莲藕 还有洋地瓜 超过15种以上的食材 洋地瓜在一般的沙拉盘是很少见的 然后口感是介于山药跟水梨之间 没有山药那种粘稠的感觉 有水梨微甜脆脆的口感 餐点的每一处小细节 谢家华都要求精准到位 连副餐的汤品也坚持 不选可塑成的品项 而是需要经过几道复杂程序 才能完成的南瓜浓汤 我们南瓜浓汤 几乎是不加水去调味的 是整个南瓜下去熬煮 然后我们先清洗锅之后 削皮切成薄片 然后再入油锅 这个其实这个步骤很重要 一定要把南瓜的香气炒出来 煸炒出来之后 我们才加入事先熬好的鸡汤 然后再熬煮40分钟 熬煮熟透的南瓜打成泥后 加入盐巴 鲜奶油 黑胡椒调味 金黄浓郁的南瓜浓汤 就大功告成了 它的浓汤你觉得好吃 它的浓汤 它应该是有加意识香料 所以还蛮好吃的 然后应该好像也可能有加一些 吃起来有颗粒感 不少是坚果还是什么 可能是一起去打的 还蛮好吃的 就是它的浓稠度还蛮刚好 里面的那个南瓜的味道也是很浓郁 这里的早午餐 之所以可以在网路上评价1.1 全在于它餐点的独特性 不论摆盘或口味 都是一般早午餐少有的 非常有记忆度 如果偏爱咸香辣味的人 老板娘推荐 可以来尝尝这里的 王子西班牙蒜虾套餐 西班牙蒜虾是西班牙的下酒菜 西班牙蒜虾是西班牙的下酒菜 那其实它一直跟法国面包是绝大 因为你只要沾了它 炒过那个虾的香子的香气 然后沾了橄榄油吃 就觉得好满足 我们会先用大蒜 蒜片 然后煸出香味 小火煸出香味 再把我们的甜椒 青甜椒 我们里面还放了洋葱 还有干辣椒 然后再放虾子 不好渴的虾子 当熄火之后 然后再放我们的葱 最后才把马兹瑞拉起司放上去 然后后面再把它盛在我们的 法国面包中上面 面包够酥 虾子够Q 味道够浓 味道还蛮特别的 跟我们一般吃的虾味 跟在海产店是特别不一样 而这里除了西式风味的早午餐系列 还提供给喜欢中式餐点的客人 不一样的选择 这里的炒菇拌饭系列 也相当受欢迎 当初是为了一群吃素的客人 开发的餐点 收到不错的评价后 决定开发出一般客人也能吃的 乡村烤鸡腿炒菇拌饭 它是有一点类似三杯风味的饭 菇的话就是要把它的水汽先煸掉 所以我们会可能里面有杏鲍菇 有金针菇 有小香菇 有红喜菇 有一些综合菇类 要先入锅去把它煸炒 让它的水汽先蒸发之后 我们再把洋葱啊蒜头啊 一点点的辣椒 一点点的酱油 然后下去把菇炒香 后面再把饭给放上去拌炒 然后再加上烤得很香的鸡腿 除了正餐系列的餐食 许多喜爱甜点的客人 都会为了这里的舒芙蕾 慕名而来 吃过的人可是都难忘它的香棉滋味 舒芙蕾对蛋的要求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蛋白要够新鲜 那我们用的是新鲜的有机蛋 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日本 直接送过来的糟合面粉 我们要把蛋白跟蛋黄给分开来 然后蛋白是要绝对的新鲜 然后蛋黄的部分我们要加上面粉 去调制成我们的面粉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开始要打蛋白霜 它是不能事先打起来的 所以它是现打现做 要把蛋白霜打到我们一定要的干性发糖 然后再把它拌到面糊里面去 拌到面糊里面去就是在尖程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子 胖胖圆圆带带的模样 它舒芙蕾就是口感真的很好 对对对就跟其他家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喜欢水果类的 对对对 我喜欢清爽一点 然后不会太甜的 它的吃起来是有点绵绵的那种 吃下去就是会化开那种 比较不像那种 有一些会有点像海绵蛋糕 对有点像古早味蛋糕 它都不会 它都比较绵密 有点像日本 因为我之前就是去日本 然后吃过很好吃的那种 它们是叫厚松饼 然后吃了之后去九州吃 然后后来就觉得很想要找 就是台湾也有相似的 这间昔日的老公寓 靠着老板娘谢家华的一双魔力之手 在桃园巷弄间打造出这样一处 别有洞天的石外桃园 舒心的用餐环境 健康无负担的餐点 让人想迫不及待 来这享受一趟 无感创新的美食饗宴